从咱们去登记结婚 怎么能这么巧 就那天牛大姐退休 她上午去给人家办离婚 下午给人办结婚 正好赶上咱们俩 然后你又告诉我 咱得办婚礼 好 花很多钱 我们办了婚礼 然后你告诉我 我妈得住进来 好 你妈住进来 就这一步一步 我觉得我都在倒退 我都在让步 最后我觉得我退到悬崖边了 再来半步我就掉去了 粉身碎骨了 你掉不下去 你粉不了身也碎不了骨 你还是太悲观了 你现在的处境啊 就是黎明前的黑暗 穿过黑森林就是芳草地了 这么说吧 也许还有五分钟就天亮了 等五分钟太阳就升起来了 你明白吗 你现在的黑暗 我终于明白了 说白了就是对我不信任吗 现在还是个问题 怎么让你信任我 对不对 有了 有了 你刚才提到你牛大姐 对吧 这牛大姐呢 是一直调查咱们俩的 现在我请你来调查我 好不好 我怎么调查你啊 对我进行深入调查 魔鬼调查 查我的灵魂深处 这样正好我也了解了我自己 对吧 看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等你把我查个底调 查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时候 短时间内 你又可以知道我刘端烨是个什么人了 你又可以信任我了 对不对 如果你对我的调查结果 我的人品人格满意的话 那咱们也可以考虑 国户办法 你要觉得对我的人品人格不满意 那么咱们一拍两散 各奔前程 是你说的对 咱们之间确实我不信任你 我肯定不信任你 咱们接触时间那么短 你不可能真正信任对方 对不对 但是你要说让我去了解你 我确实觉得我没有兴趣 也没有必要了解你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不管你是魔鬼还是天使 不管你人品格好还是坏 我都不可能把我的房子过货给你 这是原则 我肯定不会办那种傻事的 但是其实我也用不着做得那么绝对 好 就非得就不做了 就私费合同了 那我那三十万真白扔了 也确实有点亏 是吧 要不然这样吧 咱们干脆回到原点 原点 对 全当这一切都没发生 三十万签了合同 领了证 再见拜拜 三年不见 是不是 是因为这中间出现了牛大姐呀 然后又出现了你妈呀 又出现了特殊人才呀 这些事 才使得一步一步发生 今天乱了 咱就全当牛大姐 这事就没发生 咱就全当咱们后来 你这什么特殊人才 没发生 咱打现在开始 咱就谁都不认识谁了 像原来承诺的那样 不见面 不认识 我呢 只跟你妹妹是朋友 好不好 别的跟你们家都没有任何瓜葛 我过我的安静的生活 你过你的这个 叫什么事业有成 笨失业的道路 咱们都不搭嘎 三年以后 踏踏实实 把这合同给解决就完事了 你呢 赶紧出去问问你妈 什么时候走 赶紧都走 咱们这样 清清静静的 好不好 不是 那个时候 就是说 我还是没彻底说服你 但有点近点 你回到原点了 对 对 有点近点 按照合同办 对 好不好 就没有余地了吗 不可能了 别想别的了 你先去问你妈妈什么时候能走 好吗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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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由山东南向高级技工学校独家冠名播出的《大武队与法治》 我是您的朋友 什么事啊 老太太睡了 睡着了 这不是看电视的吗 对对对已经睡着了 我没骗你吧睡着了吗 如果你非要逼我的话我把他叫醒啊 干嘛呀我妈非逼你啊 让我再来打个盹吧 你也不在这一会儿 没脑子再问吧 好 我还看着你 你别着急 别着急 你接着看 接着睡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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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方 明天一大早把合同终止了去 终止了 我不终止合同 我不同意 你说出道理来为什么不同意 我特别不理解您吧 您为什么对刘琼斯有那么深的成见 请我承认 我对他不是很了解 我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是没有半点感情基础的 我没跟你说过吧 我跟你爸 就是一见钟情 我头回见他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他了 我们没过多久就结婚了 结了婚以后我才发现 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没办法 已经有你了 我们俩就这么挣扎着 拖着 直到你五岁那年实在是没法过下去了 就离了 你听我一句话 天方 我为什么 我把你带这么大 且不说容易不容易 我想让田方事业有成 我让他高兴 让他健康 让他愉快 让他家庭幸福美满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妈妈 您别激动 我知道 您这些年来特别不容易 我也很理解 我也很感恩 但是妈 这和我和刘永思之间有什么关系啊 您为什么一定要反对我和他在一起呢 拖一万不假 你们俩结婚了 那我住哪儿 您跟我住在一起啊 我们俩在这个空间里头 怎么相处 那是另外一个范畴的事啊 那您就说的是婆媳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 这是一门科学 也是一门艺术 您相信我 婆媳之间的相处关键在丈夫 对 这点你应该相信他 你替我想一下 我这个角度上想想 我想着什么 我想我儿子以后能找个媳妇 本分 稳重踏踏实实的 你看那幼儿教师嘛 特别听话 本分幼儿教师 最好就像王阿姨的那个闺女一样 对呀 妈我跟他不合适 我不喜欢他 你找一个医生 哎 你看人家啊 老个头 老个头 他们家的媳妇就是医生 大夫啊 嘿嘿 那他看病家啊 括号 不用排队 取药 完整一个吃喝 药取出来了 打点滴都在家里打 你啊 最好这个搞一个军区的医院的大夫 那我在看病的时候 我可以享受到 司令员的待遇 啊 怎么了你 这是我在找媳妇 你们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好吧 好好跟妈妈说 十万块钱哪来的 妈您看 老爷困了 太烦了 老爷该睡觉了 走睡觉去 我去 睡睡睡睡 让我扶您去啊 妈妈 还把老爷熬着 妈呀您先早点睡啊 十万块钱哪来的 我还没跟你说 不聊了不聊了妈 我发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你在人家家住着 你站着厕所不出来 你这很不礼貌知道吗 好了好了 妈妈妈 好了好了好了 够呛 好了好了 你不冲啊你 我早冲过了 你马马桶有问题 那个下面一段漏水 我刚才给你修理好了 修修 你还会修这个呢 我太全面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 当然这种事在我家还是不会发生的 但既然是你家的事 我不是该说不该说 那你还是别说了 那我还是说吧 你家手指没了 你一次用多少纸啊你 我这纸用得太废了 昨天我是上不了了这厕所 喂 谁啊 高闯妈妈吗 宋老师 您好 你明天在家吗 在啊 怎么了 我明天想去你们家做个家访 啊 那 是不是高闯又闯什么祸了 只是普通的家访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啊 行 那您明天什么时候来 明天上午十点好吗 行 好 明天上午我等着您啊 哎 再见 哎 闯他们老师说明天早上十点钟要来家访 你说他会不会又想来问那个闯户口的事 他来问你问呗 咱们正在办着嘛 不怕他问了 你上厕所 憋死我 你别管骨子吃起来 我说正事 娘 来 娘 娘 你得会大餐煮 煮 煮鸡天祖啊 那什么 那个 梅丽说呀 让我住个三五十天 啊 三五十天 不 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我吧 也住不了那么成 顶多吧 也就三五天 啊 对是对 你拿回来也没住成 嗯 娘 你得习惯 哎 那挺好的娘 这这回你就别在家里带了 咱出去走都看看好不好 好不好 娘 你看北京 天安门长城我带你去过了 乙和苑 乙和苑上次没去 是吧 咱去乙和苑是吧 认你堵车那回啊 不去 都是人啊 看不着圆子不了 是啊 那个地方你抬头 那回认啥你还 那娘 我想起来 准备看尿兆 尿兆很高 不怕有认对吧 尿兆好 尿兆啊 尿兆啊 不过去 不是娘 你想想去哪个地方 我就想吧 在电视上没有见过的 这电视上看不见的地方 这哪儿啊 是我说看哪儿啊 哎 对啊 就是你那个火锅馆子 我听说是可红火了 我到那儿看看 娘 太好了 那咱自己嫁什么 自己嫁餐业 老总是没力嘛 你好像吃火锅一几话的时候 再到火锅馆呢 什么呀 什么就到火锅馆 不是 我那地方没什么好看的 也没那么大 就一小火锅店里边 除了油烟就是锅灶 没什么可看的 您去那儿干嘛呀 我就愿意看锅灶啊 这辈子我就是围着锅台转 转过来的 我呀 到哪儿餐馆餐馆 好嘞 我吃个来 你们吃吧 我走来 你给我闲嘴去 不是 什么情况 你能不能不让她到我那儿去 她这夜间那晚黏着我 我受得了吗 回家可有她 到饭馆还有她 因为她呢 好 你从她拿这个证书送过来 也想去火锅店 去看起来 早上也写得过有面子嘛 这并现咱们这个人有关系 吃什么吃我 那是辣火锅她能吃吗 老年人是 这圆火锅 虽然不是你想想给她吃一圆火锅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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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算算算 你能不能一天不老这么求我 然后我一天到晚在让步 全是我在让步的 你你你给上来 你给上来 你给上来 你能不能不用你筷子给我夹东西 走 美丽你进去上来 越上来你越美丽 真是这样 有谁 行行行 你怎么回事 没理好 我儿子 也就这一次了 对吧 稍候了 你还不留了 几天你就走了 行行行行 这天 又怎么了 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 我跟你说 我现在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危机死 什么意思 就是那王地雷啊 我快受不了了 天天跟着我 无时无刻不出现在 我的视线里 我买水果 它砰 突然间就出现了 我买本杂志 它突然间就出现了 就连我打一出租车 它都会突然间出现在我视线里 太瘆人了 亲爱的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这是缘分 你想啊 茫茫人海中 你想见到谁就能见到谁啊 为什么老见到他呀 缘分 王地雷 就是你的真命天子 恭喜你 呸 他就是夺命地雷 你怎么跟他一个口气啊 传统干嘛 是不是你安排的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真逗我 我受不了了 我不管 你们必须得帮我解决这件事 你们跟我介绍的 你知道吗 人和人交往是要有一定的磨合期的 尤其是异性情侣 你得学会为对方改变 或者让他为你改变 这是一种学问 这个过程很漫长 也许将来你就会发现 你是因为这些缺点才爱上他的 真的爱情很神奇的 刘德义 过来 过来 好 我都陪你妈参观去了 那你不用客气 我最不爱吃水果了 谁给你吃呢 老师马上就来了 让你把这个帮我端端茶几上去 你觉得我在家合适吗 要不要回避啊 回避一下吧 那行 那我出去散步一小时 一小时够了吧 差不多 一小时够了 好 那个 要不算了 你别回避了 怎么了 反正老师也知道 我们床正绊着那个户口呢 也知道咱俩这关系 你在这反而倒更增加可信度 你说呢 行 我不所谓 你不别扭吧 我不别扭 你别扭吧 我当然别扭了 咱俩从一开始做这事 每件事我都别扭 我大别扭都喘过去了 我这剩点小别扭 我还怕什么 别扭我就别扭点吧 我难受你难受点 不倒了 别扭了 那个 到时候老师来了 我应该是什么身份啊 你说你什么身份啊 咱不管怎么说 有个证在那呢 是不是 那我就是一家之主 那就是喘着爸爸了 对吧 继父 我就确认一下我的身份 这样呢 我就人物关系弄明白了 交流起来也顺畅 是吧 你不是说咱这么辈子 这份开饭不够了 能够有人吗 咋没人啊 吃火锅难可老多了 我也是啊 就像不怕想的事 好 好 你看花姐大照片 这不刚刚是媳妇吗 一会儿叫的就很年轻 老强 老强 老强人呢 大妈 您来了 你吓死我了 这么大 你省做妈呀 我补龙啊 不是 我以为一般到了您这岁数 耳朵都不太好使呢 您身体挺好的 好 好 这呢 那什么 他是干啥的 他是这儿主管 就什么事他都管 什么事都管 花姐给我打电话了 说您要来视察 让我好好招待您 热烈欢迎鼓掌 鼓鼓掌 小妞 你还跟这些闺女长得 气皮扔肉 尊了 这个比那个还好看呢 你看这眼睛 毛子鼓的 这是什么娘娘的 大妈好 看我不好意思了 我好看 我吧 还没露糊涂你 这个得罪人的话 我是不能说 苏老师 大师老师 请进 请进 做老师就是准时 不用 没事 不用换 不是还是换一个 不用 不用换 你看真是 来请坐 请进 请进 那个 我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 我是美丽现在的爱人 也是高长同学的父亲 应该是继父 继父 刘德毅 您好 这是宋老师 欢迎 欢迎 幸福啊 宋老师 好 欢迎你到来 谢谢 对 你吃水果 这是美丽洗得干净 不用削皮了 不客气 谢谢 那你吃这个麻奶的吧 特别甜 谢谢 谢谢 我不吃 你别客气 那你吃个糖 这个花生醋也特别好 真的口感特别好 一流 谢谢 上次你送我的 就挺好吃的 谢谢你 你随便 你现在别客气 好 宋老师 特别文气 一看就特有知性 你看这么年轻 你应该是七零后吧 说大了 应该是八零后 八零后 对 说大了 那个 你去给七壶茶吧 好好好 你坐好 你们聊好 我去七茶 谢谢 你说这做老师 真是够辛苦的 好不容易 这一礼拜就限两天 还得四处加访 自个家多少活 多少事也管不了 怎么样 我们家床 这段有点进步没有 你想听实话吗 肯定 想听 他还是那样 没有什么进步 还那样 还那样就挺好的 真的 我就我老跟他说 我说你呀 用不着你给我多大进步 你就别给我退步就行 别给我往下出流了 是没法出流了 因为他在全班的底部 这个 这个男孩子在这一年里 这我真管不了了 气得我 我告诉你宋老师 我经常业力 我康康渴走 气得我 我跟你讲 我想起来 我就是一身汗 我跟你说 你放心 今天晚上回来 我必须得走的 我肯定得管 好啊 这是什么面呢 大理石 人造的 好啊 好 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想开这么个馆子 最少也不能少了八张桌子 为啥不能少于八张桌子 那八仙过海啊 一张桌子 一位仙女 好 这样啊 好吧 这辈子我没干成的事 安儿媳妇干成了 你是安儿媳妇的 什么亲戚 不是亲戚 不是亲戚 没力的胆也太大了 这么大的饭管子 不用自个人哪儿行呢 那有啥行不行的呀 时间长了不就是成自己人了吗 说的对 这是什么 菜单 菜单 您看您喜欢吃什么 就在那个后边打糕 挺好 买什么 喂 您问那厨房在哪儿啊 您去厨房干嘛呀 餐馆呢 不是大妈厨房有什么好餐馆的呀 这除了锅碗瓢盆 还就是锅碗瓢盆 满屋子油盐味 您去那儿干嘛呀 开饭管子 厨房是种地儿 那是很重要的地儿啊 那行行行行 你别等着啊 张颖 张颖 来了 那个带大妈去厨房看一看 然后扶好了 别摔着 好 大妈您跟我来吧 慢着点啊 事多了 我跟你说啊 她在家里边就把自己当最高领导人 一会儿执手干这个 一会儿执手干那个 还让我一天擦一片玻璃 谁能受得了她呀 我同情你 高丑妈妈 这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 多动 你打 骂都是没有用的 这事呢 是这个孩子在青春发育期啊 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 会出现的这个生理和心理问题 这种问题呢 我们家长和老师是解决不了 只有心理医生可以解决 啊 这是病是吧 对 这多动比较严重的孩子呢 可能还要服用一些药物来辅助治疗 我觉得高丑可能就是这一种多动症的孩子 所以如果心理医生来辅导他 效果会特别好 哦 是吗 这我还 头一次听说 说这是病 不赖孩子 那 这个 行吧 我到时候我看看 上哪儿找 哎 哎 你那茶倒得怎么样了 怎么这么半天啊 在找呢 我在找茶叶 茶叶 我记得 放在厨地里 怎么没有了呀 茶叶在上面那那个那个柜子 左手第二个柜门打开就看见了 找着了 找着了 哎呦 别客气了 这人什么都不会干 你就没办法 什么活都不管 我告诉你 酱油瓶倒了它都不带福的 一点折都没有 人家老说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狼 我这辈子 别提多倒霉了 先是嫁给闯他爸 就算嫁错了 这回好又嫁错一回 我这就属于吃二茬苦 受二茬醉 一错再错 你结婚了吗 还没呢 有对象没啊 你要没有帮你找一个 我有一特好的朋友 他是那个叫婚姻规划师 你知道吗 手里有好多人 专门给人找对象的 到时候帮您挑一个呗 就是他 那个茶弄来了是吧 行 赶紧给倒上 没事没事 来 一喝水 别客气啊 谢谢谢谢 怎么样 我们儿子床表现得还行吗 老师说了 说他纪律太差了 说必须得找心理医生 我说这心理医生上哪找去 宋老师 孩子需要找心理医生吗 美丽啊 你这个事你找我呀 你给我说这事 就完全解决了 是心理医生吗 我跟你说有什么用啊 我有一个队友 著名心理医生包大夫嘛 那人特别全面 特别有名 特别有才 还卖着家具的 他属于那个符合型人才 属于符合型人才 那个宋老师这样啊 以后啊 就是关于孩子的问题 所有事情你来找我 找着做父亲呢 不用他忙忙 因为呢他也太忙了 忙生意 其二呢单身多年 一个单身母亲 既然家里我来了 是吧 作为父亲要承担这个责任 因为男人需要男人的影响 需要男人去吃点他的人生 你相信我 我 我会是个伟大的父亲 好不好 一切我来辅助 OK 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们就抓紧办 好 这样他的学习 很快就会有起色 好 我今天就先走了 还要去别的同学家 去做家访 不打扰了 宋老师 你怎么也得喝口茶吧 人家人都要走 你找茶也炒半天 好 谢谢 行了 那行 那我走了 那我没力送你 宋老师 那我就不轻的送了 再见 您怎么来的 没事 我打车来的 再来玩 宋老师 谢谢 再见 再见 怎么样 我贬罕得怎么样 什么贬罕得怎么样 我发现你怎么那么亢奋呢 见着老师 你看出来了 我是故意的 我得拿出主人翁的精是吧 你太逗了 让你演一会儿主人 你就以为自己真的是主人翁 那当然了 我第一次见老师嘛 我作为孩儿的爸 我当然得拿出主人翁了 你这叫什么孩儿的爸 就你这孩儿的爸 坐下去跟人聊 你七零后还是八零后啊 你这个形象很文静 那 我天 不是 那不是 一开始有点尴尬嘛 我也是风上做戏 不不 说着也不准确 没话找话 也表现我一种时尚 时尚嘛 行了行了 我还好些事儿呢 我就出门了 你怎么着 我今天晚上没这么安排 我就待在家了 打几个电话 你就在我们家待着了 对 我正好帮你看家嘛 你给我看家 我心里怎么那么含糊啊 不是 你这有什么含糊的 你这有点小家子气了 再说你那贵的物品 你不都放保险箱里的吗 你怎么知道我有保险柜 是 我是怎么知道 你有保险柜的啊 哦 那什么你自己说的嘛 你合同都放保险柜里的 你肯定贵重物品业所嘛 像你那样成功的女士 是吧 家里肯定有保险柜 我告诉你啊 我们家少一样东西 我就报警 行我踢打110 好好好 慢点啊 睡安静 这客气够大了 当我开始学会 想人生提问题 而不是要答案的时候 当我准备试着 想未来跑过去 而不是懒得懂的时候 当我已经抓到缘分的节奏 而不是一团造的时候 当我确定想要找幸福去努力 而不是只等待的时候 你经过了 他看到了 有人绕到了 我抓住了 你停下了 他跑快了 有人迟到了 我先到了 梁姐 在里边找个人的 发生了 在里边找个人呢 在里边找个人呢 好 好 好 行 你现在一天流水多少钱 你管着着吗 我看 国家机密啊你这个 讨厌 对 国家机密 你这风风火火的 干嘛 有事啊 闯户口的事 又遇麻烦了 你要想让孩子上大学 你就把他送国外去不就得了 干嘛非办这户口啊 人家说了 在国内不好好读书的孩子 出国他一样不好好读 我跟你说 我们店里老来四川一女的 老来我这吃火锅的 那女的特有钱 前年把他儿子送英国去了 结果呢 到了英国 他不是老不放心吗 每天给孩子打电话 每回一打电话他就 妈妈 我正上课呢 您先挂了吧 天天打天天这样 有一次他一算就不对啊 现在伦敦时间是晚上十点多啊 他忍不住说 儿子啊 现在也不是晚上十点多了吗 妈妈你快挂了 我现在这么补课呢 前天来了 跟我说你猜怎么着 全是假的 那孩子一年多都没回学校了 天天在伦敦玩 一年多是学费啊 好几万美金 我儿子要去 弄不好还不如他儿子呢 弄不好他再给我吸了毒 他再出了事 我跟你说呀 那都是少数 那么多人把孩子都送出去了 那学成才能有的事 少数我告诉你啊 我儿子绝对是在这少数里头的 我给你算笔账啊 你就这一年下来 跑去人工水电房租 什么乱你八糟的吧 你起码也得这数吧 你骂我二 你才这数呢 一年挣这么多钱 咱的孩子床 他就是什么都不干 他不也照吃照喝照活着 什么照吃照喝照活着 马路上要饭的都照吃照喝照活着 监狱里的犯人照吃照喝照活着 等母床长大了 左右一看 他的同学好朋友 一个个的 人家干这个成事了 干那个成事了 再一看他自己一事无成 肯定心想就怪我妈 我妈光让我照吃照喝照活着了 她不得恨我 你说人这一辈子多快呀 真的 咱一晃我都笨五十了 你说我这一辈子 费尽巴力的开这么个饭馆 甭管多努力 最后都叫土大款 我不能再把这帽子扣我儿子脑袋上 我儿子必须得有点出息 要不然他这一辈子 他会恨我的 我跟你说吧 这小男孩可不一样啊 不定哪天他就喷 就懂事了 那到那时候你乐去吧你 行不就盼着我儿子喷吧 呵呵呵 郑总啊 咱们这个宣传法案什么时候起动啊 到家了 我还在等哪儿 自己来 那行 大妈你累不累啊 我累 我都累的不行了 您还不累 身体真个好 娘来来来来来 回来了哈 回来了 咱们去的时间可不短了哈 火锅上砍变了吧 砍变了 啊 李庄 娘啊 那个 还打算到其他地方转转了吗 不去了 哦 是是 也别太累了哈 下回再说 那我就给你顶后天的飞机票了 不走嘞 娘啊 你你你不能软变卦呀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 最多待三天 后天你就飞回去干准中国 我是那么打算的 可是我今儿到那火锅上 你看不什么 不能走了 为什么呀 哦 我文秀 那个你先别忙了 你把那个垃圾先倒 娘啊 因为香一出事一出来 你都去了火锅点就不走了 为什么呀 你可不知道啊 那火锅城里漏洞费大了 还顾个外人给他关着 我不放心 娘啊 你这是瞎操心 你别不懂这个呢 不叫伪认 人家经过精心挑选的 人家经过闲实用 再唱及实用 再整睡饮品 那都盈盈啊 娘啊 我以为什么事 你不能操心了 不用你管了啊 我没关系 你这是我儿媳妇 那店是咱们的吧 我得管啊 我还得管好了 我亲自上针 我得给他上个 手干面 咸菜 不是 娘娘 你说什么 娘娘 你要干什么 手干面 咸菜 娘娘 我发现你去趟火锅城回来 你这个脑子很奇怪啊 你这个想法太肥腰了吧 不不不 我当儿子 我在正式表态 我非常严肃的表态 火锅脸就变相去了 整个人跟你没关系 什么面条子 什么超现代 你都别想了 好吧 按冤极话 后天 肥虎去 干动中国 整个事你不用管了 娘不商量了 为什么会啊 为什么 我为什么理由太多了 我有一千个理由为什么 我就跟你说三个理由 娘你听着 第一个理由 你不是年轻的时候了 心还在劲儿没了 明白了吧 又都是劲儿吗 你不动的 你别闪了 好 就算你还有劲儿 第二个理由 娘 你都什么岁数了 娘 你嘴一找镜子 看看一连藏丧了 你去干面条子 去严县菜 你外人看见会怎么像我 不知道因为我虐待老人 我这是不孝 我跟你说 劳动广荣 什么叫不孝 就像你 离婚 结婚 你都瞒着 你这才叫不孝 娘 这王氏不要冲踢了 好吧 第三个理由 我肯定说服你 这个事 我不同意吧 安美财运也肯定不同意 我九权的爹 他也不会同意的 都不会同意的 咱们可以投票 三比一 娘 你肯定输了 所以不用去了 明白了吗 我怎么不能去 那不是自个儿家的生意吗 我去还是跟他挣钱去了 我怎么就不能去 我就去 挣什么钱呀 娘 你懂这个活锅是怎么回事吗 我给讲讲活锅的功能 这个活锅 它是 它主打是算什么的吧 是算牛肉 羊肉 还有海鲜 人家靠牛肉 羊肉 海鲜 挣钱 你怎么能挣几分钱呀 一分钱它也是钱呀 哦 挣一分钱也是钱是吧 对呀 你为了挣了一分钱 你成本太大了 你这铺探子吧 大面板子 干面杖子 菜刀 你挣多大地方啊 你这这这这 不挣地儿 一点都不挣地儿 它怎么能不挣地儿 你看那个面板也是这么大吧 那咸子呢 是用坛子装的 我跟你说 这两样嘛 是不挣多少钱 可是它挣人气啊 人家要是吃好了这个面 他接着就得点肉了吧 他要吃我那个小咸子 吃爽口了 他吃肉就得最多 吃肉多了 喝喝管子就挣钱了吧 挣不挣钱 挣不挣钱 人家 你 你得这么个恶极啊 你要这么说的话 你看 不对 我差点被你绕进去了 你老人家大大的焦花呀 我跟你说 你说烦了娘 你说烦了 我跟你说啊娘 你的面条有弯卖的拉面 好 我吃了一大碗拉面 是不是吃饱了 我吃饱了我就不饿了 我还能吃什么肉 这一吃饱了什么都不掺了呀 娘 你得赚什么钱 你得配了 你配大了 我跟你说啊 你 你是这个落地儿啊 对啊娘 所以我跟你说 花果点钱却不能去啊 你去的也害人家 不 走 你可不知道啊 俺上那花果店去了一趟 这个小子上辈了 就在那干过 今儿个你听我的啊 咱们今儿个就是 瞧起鼓 打起锣 往往袖子冒冒活 我管听 飞去不可 当的个当 当的个当 你先 你先别挡了 别挡了 你坐坐坐下 胖子冒 我看了 你太多了 我真的要 机会 这一趟 你太多了 你最后一趟